北京时间1月9日 辽兰106-88清取天津 继续自己的连胜之旅 本场比赛郭艾伦高挂敏战牌 小将张震宁则扛起辽兰进攻大旗 全场比赛狂砍30分8篮板2抢断 是辽兰获胜的手工之臣 得分数据也创造了本赛季的新高 作为上个赛季的菜鸟球员 张震宁可谓在新秀赛季收获了无数的荣誉 无论是赛季最佳新秀 新锐赛MVP全明星扣篮王 以一个22岁的小伙子来说 无疑是对他最大的褒奖 而他在球场上一次次扎裂的表现 也一步一步的兑现着自己的天赋 1999年出生的张震宁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球二代 母亲王芳曾率领中国女篮 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亚军 创造了世界大赛历史的最好成绩 所以继承了母亲一波的张震宁 少年时就在异国他乡 追寻着自己的篮球梦想 2017年Dix全美高中锦标赛 张震宁成为历史上 第一位打入该赛事的中国球员 2018年4月耐克篮球峰会 张震宁又代表世界队参赛 战胜美国队 四天后选择加盟美国渡篮大学 征战NCAA的比赛 或许是长年在海外打球的缘故 直到2018年中国南南集训队的名单出炉 张震宁才真正出现在球迷的视野中 时任南南集训队主教练的李南指导 曾经点评说张震宁的身体素质是国内风险中最出色的 这一时也让更多的球迷对这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充满了期待 2018年11月12日 张震宁上演了NCAA的首秀 得到24分期篮板 一时引起国内媒体争相报道 2019年张震宁再次入选国家体训队 而随着19年底的疫情大爆发 张震宁经过慎重决定 重新回到母队辽宁南南 并在2020年升入一队 开启了自己的职业之路 2020-21赛季 张震宁在同样面对天津队的比赛中 完成了自己CBA生涯的首秀 并且首发登场 贡献13分11篮板 而随后的比赛 张震宁也以肉眼可见的成长速度 一次次刷新着自己的各项记录 海外的精力让他似乎也更加适应各种各样的大场面 在2021年3月8日 辽兰对阵广东的比赛中 张震宁首发出战46分钟 得到全场最高的46分9篮板三强段 创下职业生涯单场的分纪录 他飘逸的球风和干拔跳投 也让人们仿佛看到了中国杜兰特的身影 而他强悍的身体素质 同样可以帮助他飞天遁地 完成一次次的报扣 值得一提的是 上赛季还效力于山西队的大外员莫兰德 还曾经在对阵辽兰的时候 做了一次张震宁扣篮的背景吧 从莫兰德当时夸张的表情中 不难看出对这个年轻人的惊讶 本赛季两人来到了同一阵线 莫兰德也终于感受到了 精精真正的实力 相信在莫兰德胜赞这位辽兰超级新兴的同时 心中不眠也未再不用再充当背景吧 而长叔一口气 写真正的身体